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海外创新创业的大赛 那么我们主要是想 征集一些在美国的 一些比较好的项目 能够在四川成都落地 在那里有资金的支持 有政策的支持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在美国 这些没有 怎么讲的有的好的项目 但是没有好的出路的一些人 找到一个好的出路 当然我们做这个要符合 也符合美国的法律 也符合中国的法律 我们在符合两国的法律的背景下 我们把这个活动办好 希望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 帮我们宣传一下 让大家把好的项目 好的创业创新的项目 汇集到我们这来 然后我们向成都市推荐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代表 南加州侨团社团负责人 美国多个院校的专家学者 南加州各大专院校校友会负责人 以及洛杉矶数家媒体记者 出席了启动仪式 成都目前是中国最具潜力的城市 排在新一线城市的榜首 叫做我们政策的体系比较完善 产业的基础比较雄厚 门内比较齐全 像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 航空航天等 是我们的资助产业和重点产业 所以我们希望在美国 特别是我们洛杉矶地区的高校 和各界的人士 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美国站将征集生物医疗与医疗器械 信息与数字化未来 装备制造与智能生产 其他与成都产业发展 诉求匹配的美国创新创业项目 此次活动旨在推动决赛优胜项目 落地成都 决赛优胜项目将赴成都实体考察 为成都读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与资源项目 中国成都国际创新商业大赛 启动 谢谢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